约拿书第三章 耶和华的话再次连到约拿说 起来,到尼尼维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就动身 照耶和华的话往尼尼维去了 这尼尼维是一座极大的城 要三天才能走完 约拿进城,走了一天 就宣告说 再过四十天 尼尼维就要毁灭了 尼尼维人信了神 就宣告进食 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 这事传到尼尼维王那里 他就起来,离开宝座 脱去王袍,披上麻衣 坐在炉灰中 他又传遇全尼尼维说 王和大臣有令 人、畜、牛、羊都不准尝什么 不准吃,也不准喝 不论人处 都要披上麻衣 个人要恳切呼求神 悔改,离开恶行 摒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神回心转意 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致灭亡 神看见他们所做的 就是悔改,离开恶行 神就转意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在他们身上了 错了 太续了 不够